當你的手不見了 然後你看很清楚看到對手的臉 就代表你以為顯 認真筆劃張界 台灣拳擊女將林玉婷 曾一對一親自傳授 卓冠婷幾招拳擊防衛 我們拳擊總共有三種拳 是 直拳 勾拳 勾拳 上勾拳 是 身高175的林玉婷 有著一頭俐落短髮 這次代表台灣出戰奧運 卻在賽前引發英國作家 J.K.羅琳性別質疑 讓一日塗地 也是英哥同鄉的卓冠婷 很不平 林玉婷從小在英哥長大 市長們對她表現讚譽有加 國中畢業紀念冊的林玉婷 戴著黑框眼鏡 腼腸笑容 開心畢業 或是對鏡頭做出拳擊手勢 面對林玉婷性別遭到質疑 市長們很不捨 這個攻擊我認為應該不合理 經過這些的磨練的話 應該從來不懷疑 從來不懷疑她對什麼 性別之類的 從來不懷疑她 然後也希望她說 每一次的比賽 都能夠很順利 然後很成功 她國中的時候很女性化 是一個可愛的小女生 對啊對啊對啊 我們都很喜歡她 林玉婷從小喜歡和哥哥 一起看卡通第一神拳 也因為這樣認識拳擊 更曾拿下杭州亞運 和市井上雙金牌 這回奧運賽前爆發插曲 正願發聲相挺 性別無庸置疑 只希望林玉婷不受影響 專心備戰 3D新聞 張文賢 屈道雲 新北報導